明报报道 经历反修例运动和新冠疫情 新一届政府积极对外说好香港故事 和加强内地联系 据明报案资料统计 特首李家超上任第一年的外访纪录 他到访内地和澳门28日 占他总外访日数约七成 比例较前特首林郑月娥大增 被美国制裁的他也是回归以来 第一名就任第一年 未有到访英国或美国的特首 不过纵观一众司局长 出访欧美比例没有大变 星岛日报报道 復常之后第一个七一假期 不少市民北上旅游 高铁香港段昨天 也开通四川省长途线 增加洛山、宜宾西 和成都东三个新站点 有旅行社举办首发团往成都东 吸引一班团友参加 港铁行政总裁金泽培 和车务总监李嘉远 也有到西九龙站宽送 成都东首班列车的乘客 并向乘客致送小礼物 气氛热烈兴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